再來看Bridge Master Level 3 D系列第21牌 合約是6黑桃 席家手贏梅花10 看這牌的搭法 這牌6黑桃的話 黑道是滿的 然後紅心不會掉 梅花也不會掉 而且梅花A可以墊手上一張方塊 所以這邊方塊的話 有兩個施定 那如果梅花King在左邊的話 那就梅花可以順過去 這樣梅花只會掉給他一個King 可以利用梅花A把方塊墊掉 那當然如果這種打法 方塊King在右邊的話 那可能就會倒約了 那如果這牌正常打是梅花A吃住以後 然後這邊的話 黑桃先洗王 然後再洗一轉王 然後拉過來 然後最後倒完來敲光 敲光以後打三轉紅心 然後倒到對面勾大了以後 希望說可以方塊8A 然後再順到對面的King 希望King有在左邊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 再掉一個方塊 這樣合約就可以完成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特約就要倒了 因為最後還會再掉一個方塊 像這樣合約就要倒了 所以這邊的打法就是 說就算最後給 就算方塊沒有King on 那給東壓上手以後 也希望說他只有方塊兩張 那他被投入 那他如果不要再丟出方塊的話 這樣合約似乎還有一線升級 所以第一轉的話就不要把梅花的A用掉 我梅花就可以先把梅花A當作是最後的上手敲影 所以第一轉就先王吃 然後再開始敲王 第一轉都有跟 第二轉拉回手也都有跟 到第三轉王牌的時候 對面就可以墊掉一張梅花 好那王牌清完了以後 最後就走 像剛剛的那個路線一樣 紅心一樣先把它散轉以後 然後方塊呢把A 那當然如果King on當然沒有問題 那對面的梅花A也是可以吃得到的 那如果King沒有按 就希望說右邊是King小兩張 這個時候他方塊如果沒有的話 那合約就還是可以完成 但這也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他還有方塊的話 那可能梅花對面的梅花A就吃不到了 不過這是讓六黑桃多一個希望的打法 所以還是會採用這種打法 然後最後紅心 那右邊方塊只有King小兩張的話 那這時候他被迫投入給到桌上 那桌上的紅心勾就可以墊掉手上的方塊 梅花A也可以墊手上的方塊 最後就可以打勾了 手上都是王牌 再來看第二十二牌 合約四黑桃 西架手引方塊勾 看一下這一牌的打法 這一牌是黑桃 看黑桃有掃AKing 然後紅心再掉一副 所以這牌看來就掉三個Trigger 那大概是沒有問題 那方塊左邊引勾 那剛好我們方塊掃的號碼 可以把它撥起來 所以King吃了以後就先送一轉黑桃 到右邊的King 這時候他在丟方塊 我們在吃走以後 再送黑桃 又到右邊的A 結果發現說 如果右邊在丟方塊的時候 左邊看來很像是勾小兩張 不然他不會隨便的丟方塊大牌 所以這時候就被網吃了 那這時候合約也就要倒了 因為最後還會再掉一個紅心大牌King 那這樣合約就倒了 所以就不採用這種打法 所以事實上在第一轉左邊引勾的時候 就要去想說為什麼他引勾 他很勾可能是方塊勾小 所以第一轉吃住以後 當然可以先清一轉王牌到右邊 可是清完以後 這時候第二輪吃住以後 就不要冒險再去洗王 而是先把King打出去 這時候看左邊他會不會選擇王吃 如果他不選擇王吃 對面就隨便墊一張 然後再用最後的黑桃6王吃就好 那王吃的話 他先王吃後 我們就選擇用黑桃6超王吃 因為這邊黑桃號碼剛好有連續 所以超王吃了以後 這時候再選擇梅花拉回手 再來敲王 希望說王牌這時候西加沒有了 應該說這輪洗完他就沒有了 那希望是這樣 也就是說這時候再讓東加上手的話 希望不要再被方塊王吃 這樣合約也就可以完成 那最後的話 左邊沒有王吃的話 那再輕一轉看看 那剛剛那一轉的時候 王牌都洗完了 那最後也就可以打勾了 再來看第二十三排 這排合約是四黑桃 西加手影紅心King 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這排黑桃的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掃Queen的話 有十張王牌 所以看來敲兩轉的話 希望是二一 那如果是三零的話 那沒有辦法去猜測說要偷哪邊 所以就只能靠運氣這樣子 那如果有一方 在第一輪跟黑桃的時候缺了 那就看 那Queen看來是必須要送給他的 那這邊紅心會掉兩副 然後最後 梅花Queen再掉一副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會掉四副 會倒月 所以這邊第一轉就要去想說 假設黑桃Queen真的有 是帶三張的黑桃的話 那你希望在哪邊 還有一種辦法可以去處理 那這邊的話 希望是最後可以 希望說東加如果是有 黑桃三張帶Queen小小的話 那希望說就算他Queen吃到以後 他也會被投入 所以希望黑桃是在東加 所以在一開始在掉兩個紅心以後 紅心王師上手 好這時候就要選擇 要拔黑桃A或King了 好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先拔King的話 OK那這時候東加會缺給你看 然後左邊 勢必要讓他黑桃Queen上手 然後並沒有辦法投入他的梅花 所以這種打法就沒有 就不是說很好 所以一樣一開始先掉兩個紅心以後 紅心王師上手以後 就要先拔黑桃A OK那如果A這個時候呢 是東加缺了 他有辦法去偷左邊的Queen 這樣子黑桃還不會掉 那當然如果這時候 左邊缺了 那剛好是東加的Queen Queen有辦法吃到的話 那就想辦法最後黑桃再投入他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選擇 把黑桃的AKing拔掉以後 在方塊A 方塊兩張吃完 最後方塊王吃 王吃以後 把自己手牌都撥光 最後投入給東加 OK那東加這個時候呢 他就已經被投入了 如果他這時候回梅花 我們梅花勾給撿到 那回其他牌都可以被我們王吃墊牌 那選擇回梅花就可以撿到 所以這牌的關鍵就是在討論說 梅花最後要投入給東加的時候 如果黑桃要投入給東加的話 勢必要先把黑桃A 這樣是一個比較保險的打法 那也可以打夠 再來看第24排 這牌合約是五梅花 席家手贏黑桃King 看一下這牌的打法 這牌五梅花的話 紅牌都有缺動 就是少King Queen 然後黑桃是只會掉一副牌的 梅花也是好的 所以這牌也是要想辦法 避免自己處理紅牌 想辦法丟給敵方去處理 所以要打的話 就要先把黑桃的北加的牌給撥光 所以黑桃吃住以後 那就先梅花過橋到對面 第一轉梅花都有根 1 2 3 4 5 6 7 8 9 4 所以房間還有一張梅花 最後把它敲出來就好了 然後黑桃王吃 第二轉在梅花過橋 然後在黑桃王吃 這個時候就可以 讓對面 這時候就把方塊A給拔掉 然後 投入給東加或西加都可以 就是不要 不要讓我們自己動紅牌去飛 讓敵方幫我們出牌 這時候東加的Queen吃走以後 方塊King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如果這時候東加回方塊 我們可以選擇電紅星 因為桌上的勾一定就可以大 而且梅花3號也是一個很好的橋營 所以在處理梅花的時候 就要小心要保留對面的一張梅花好的橋營 所以東加不能回方塊的橋 條件下東加只能回紅星 這時候就選擇對他做飛牌 投入給西加的紅星Queen 這時候西加又被投入了 西加這時候如果他有方塊的大牌的話 他這時候就沒有辦法出來 不然我們勾就可以撿到 那他這時候選擇回黑桃 那這時候就可以利用桌上的3號王師 手上把紅星電掉 那最後也可以完成這個合約 因為這時候排行已經都好了 再來看第25排合約是三五王 西加收影黑桃GO 看這排的打法 這排三五王的話 因為左邊幫我們助攻 收影黑桃 所以黑桃可以撿到 所以黑桃可以撿到 所以黑桃有兩副 紅星也有兩副 那方塊也是有兩副 如果A頂出來以後 梅花也是兩副 所以這排勢必要再吃到 第九副牌的話 可以從紅星 或者是第四副方塊 或者是第四副梅花 那所以黑桃吃住以後 這邊就要想說 如果方塊是好分配的話 那勢必可以吃到 三個方塊 如果方塊是三二分配的話 那這邊要處理方塊 因為勢必要先把A頂出來 因為不然的話 黑桃就會被先頂掉 所以第四副牌一定要 去把方塊A頂出來 那這邊的打法 如果是說 如果直接丟方塊 到A 那它再回黑桃 那我們多上電梅花 這個時候如果再把方塊 King打出去發現 有一方缺了 方塊是不好的分配 那這樣子的話 時效就會來不及 因為這時候方塊 沒有辦法吃通 那還少一副牌的話 勢必還要再讓敵方上手一次 那黑桃就會出爐了 所以這種打法 就不是說特別好 所以這邊的採用打法 就是黑桃A吃住King以後呢 要預防 有一方的方塊是四張 有可能是A10小小 那這樣子情況就會 比較糟糕 那如果A10小小在左邊的話 那沒有辦法去避免它 因為他A10小小一定還可以再吃到一副 那當然如果A10小小在東加的話 那我們可以想辦法 讓方塊的King勾先撿到 因為方塊一定就是要先吃兩副的 這樣才會跟一開始的打算一樣 所以這邊就要去想說 要從對面去出方塊 所以對面紅心King上手以後 拉方塊到勾 那這是在東加A10小小的情況下 還有辦法先讓方塊撿到兩副的打法 所以才用這種打法 然後再出梅花到King以後 再從對面拉方塊到King 這個時候發現左邊缺了 有時候東加還剩方塊A10 不過這時候沒關係 因為方塊已經先吃到兩副了 那這邊的話還要再找 從最後一個trick這樣才要九副牌 那最後一個trick可以從紅心或者是梅花 所以這邊就先打看看梅花 是不是一個好分配 那梅花已經先打出King一輪 所以再拔A 發現右邊缺了 所以梅花也是沒有辦法吃通 最後來走紅心 希望紅心當初是3-3的分配 所以這邊拔紅心3以後再送紅心 結果紅心都有根 紅心是好分配 桌上紅心6大了 可是這個時候發現說沒有敲影可以到對面 當東加再把King頂出來了以後 那這時候合約也就倒了 因為已經沒有牌可以再吃了 所以這牌算是比較要細膩一點的處理 一開始的時候就要去主打整個路線 A把King吃住以後呢 就要先去走梅花 保留紅心King的敲影 不要把紅心King給拔掉 然後梅花到King以後再丟方塊 拉到手上勾 然後這時候第三轉再從手上拉到梅花A 順便測試一下梅花的分配 結果梅花是 東加缺了 所以梅花是不好的分配 那一樣方塊希望King可以撿到 方塊這邊也發現是一個不好的分配以後 不過方塊已經撿到兩副了 最後再去走打紅心33的路線 這邊先讓送一轉紅心 然後東加上手以後回黑桃 那一樣把對面沒有用的梅花墊掉 最後把紅心A都有根 把紅心King也都有根 最後紅心6號就打 那這樣的話就是在已經測試過方塊梅花 最後再測試紅心 然後它其實梅花低花都是不好分配以後 還可以走紅心打到第四張大牌的這個路線 也可以打勾 再看第26牌合約是6梅花 席架手以紅心7 看一下這一牌的搭法 6梅花的話梅花是好的 那黑桃少King 方塊掉A 紅心也是好的 所以這一牌勢必會掉一個方塊A 那希望黑桃不要走50%的偷牌 所以這牌希望說 希望有方塊A的那一家 希望在左邊 這樣的話他方塊A上手以後 他只能選擇回黑桃的情況下 那可以撿到這樣子 那這邊的打法就是說 如果說希望方塊A在左邊的話 那會怎麼打 那當然在右邊的話就沒有辦法 就還是要去投黑桃 所以只能希望方塊A在左邊 所以第一轉紅心吃住以後 這邊當然要先敲王牌 第一轉敲王 再敲第二轉 OK 那不是好分配再敲第三轉 王牌敲完了以後 這時候就要去想 如果方塊A在左邊 那還有機會把它做投入 所以從手上呢 射方塊2到桌上的King 那吃到以後 這時候就選擇 把方塊跟紅心給撥光 紅心 紅心 這邊手順好像有一個 沒關係 因為梅花是王牌 所以沒有問題 紅心的時候 再把方塊也墊掉 最後就可以把方塊做一個投入 那時候 撥光投入了以後 西加就會面臨 如果他再回黑桃 那我們黑桃可以撿到 那他回其他門可以王室墊牌 那回黑桃我們就撿到了 那最後也可以打勾了 再來看第27排 和約是4A套 西加手影紅心3 看一下這排的打法 這排的紅心號碼 好像跟東加滿卡 而且東加有叫過一紅心 代表說他有五張紅心 而且五四三億的紅心 有時候紅心號碼可能就被他看住 所以第一副牌就要開始去想說 到底紅心要出什麼 那如果第一把紅心出10 那10吃到了以後呢 當然要先敲王 低轉都有跟 這邊有八張王牌 所以希望是3 2 如果不是的話 就要再送一個黑桃 結果不是 那勢必要再送一個黑桃 那再送一個黑桃 就直接送給他吧 送給西加了以後 西加回方塊 回方塊的話 這邊可以用方塊A吃住 然後再去對東加做飛牌 可是這時候要飛他的話 右邊的Queen還沒出來 比如說這個時候擺2 他可能會擺9 那如果擺勾他會擺Queen 可是他的那個號碼 還是可以看住的 比如說像這樣 那King吃到以後呢 A再吃 可是9號還沒出來 這樣紅心就還會再掉一副牌 所以這樣打法就會倒約了 因為還會再掉2個梅花加1個紅心 所以第一副牌如果要想比較深入的話 就要從桌上先擺一張小的 然後他出9號我們就挑King 那後面就一樣 先敲三轉王牌 第二轉的時候 右邊缺了 再挑第三轉 那發現 左邊還有一張王牌 那就直接再送給他 送給他以後 他回方塊 到桌上 桌上這個時候他再回紅心 那這時候就可以看西家一包出來了 如果西家出來的話 對面的勾還可以再吃到 就算西家 不是 我說說 就算東家不出來 那也可以繼續把那個出牌全留在桌上 那還是可以對東家進行做飛牌 那他東家不出來的話 最後選擇方塊王師回首 最後就把紅心大牌提掉 最後再送兩個梅花 那合約也就算安全了 再來看第28牌 合約是4A桃 西家手影紅心10 看一下這一牌的打法 這一牌的話 黑桃是好的 紅心 也不會掉 方塊掉一個King 梅花掉兩個 所以看來合約是安全的 好那大家看 紅心這邊A吃住以後呢 當然就是先敲網 敲網 那敲網 那敲網還是不好的分配的話 那再繼續把網牌給敲光 敲光以後發現 這邊可以去飛這個方塊 那飛中了以後 然後這時候他再回紅心 這時候會發現 王牌已經要用完了 可是如果不用完的話 很可能會被 左邊給網吃 然後這時候就會發現一個缺點 就是方塊就算大了 可是已經發生喬引的問題 好所以這邊要 用一個比較 特別的打法 就是利用 王牌來順喬 如果不要希望方塊塞喬 的話 所以這邊紅心 到A了以後 先敲兩轉王牌 好都有 有跟的情況下去 飛方塊King 方塊King沒有飛中 那這時候再來 王吃紅心 好那這邊的時候 再把方塊的大白踢掉 踢到這個時候 如果再把方塊A踢掉 很有可能會被王吃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時候就要 直接去敲王 而不要再踢方塊了 不然會有被王吃的危機 所以這時候把 黑桃呢 拉到King 再把A 然後把對面的方塊A給電掉 這樣方塊喬 你就可以順暢 也順便把敵方的王牌敲完 最後再吃兩個方塊 再加一個梅花 A 那合約也就可以算完成了 再來看第二十九排 合約是四黑桃 西家手影 方塊King 看這一排的打法 這一排黑桃是好的 紅心掉一副 然後方塊不會掉 好 梅花如果掉到三副 那合約可能就要倒了 所以這邊要怎麼想說 避免讓 東加上手 不然梅花有可能 這邊 A Queen 在等著吃這邊的King 那梅花掉三副 合約就倒了 所以這排要想辦法 避免讓東加上手的話 第一副牌 就可以不用先往吃 而是用四張 電四張 然後把紅心給電掉 因為紅心本來就會再掉一副 那 電掉以後呢 紅心 這時候就選擇讓這邊的King 上手 好 那King上手以後 就可以選擇用 把自己的紅牌給撥光 最後投入給西家 那要投入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塊King 因為看來 左邊引King看來是有A的 所以最後把方塊 投入給西家以後 那我們的美好King 就還有機會可以撿到 所以打定這樣打了以後 就先清王以後呢 然後方塊拉回手 到大王牌往吃 那這邊在 紅心下橋 然後紅心 用大王牌往吃 最後呢 把王牌給清完以後 方塊就可以做一個投儲 然後手上可以墊梅花 那西家這時候他就被投入了 這時候如果他不回梅花 那我們可以往吃墊牌 那回梅花這時候 King就可以撿到 那這時候他選擇 回方塊 那就 桌上王子 手上墊梅花 那最後再送一個梅花A給他 那合約也就可以算完成 再來看第三十排 合約是六王 西家手影紅心10 看這排的打法 這排黑桃是可以吃到四個 然後紅心可以吃兩個 那看來是要建立長方塊的 所以這排看來是要建立長方塊 所以他在左邊飲食的時候 就先去對他做個飛牌吧 希望有飛中 結果沒有 這時候他再回紅心 那就到A 到A了以後 這時候用黑桃呢 拉到手上 那有吃到以後 再去對左邊做飛牌 如果飛了有中以後 如果這時候就要想說 如果方塊是好分配的話 那大概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在一輪的時候發現 銅壓缺了 那方塊勢必是沒有辦法 而且已經掉一副牌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去想說 如果方塊像是這樣 那這樣合約可能就要倒了 因為方塊會吃不通 就算吃通也是會六王倒一 所以這排 就要去想說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一開始會怎麼打 所以紅心一樣 先飛沒有中以後 紅心到A 然後這邊黑桃 King可以拉到A以後 去選擇飛左邊的King King沒有飛中的話 這時候再採用擠牌 希望左邊的話 有長梅花的人帶方塊的King 小小 那可以對席家做一個擠牌 所以要擠牌的話 就要先把高花給撥光 先把黑桃給去吃 黑桃吃到聖沒有了以後 再吃紅心 然後紅心吃完以後 這時候到這個情況 這時候如果左邊 左邊如果它有 梅花的King小小 那它的方塊就只剩King小 那它這時候就會被擠了 那這時候就先把它梅花 然後再把梅花 然後再把梅花 如果左邊的大牌有掉下來以後 King Go都跟出來 那看來梅花是可以吃通 有時候左邊 勢必要防守方塊的話 那梅花就會被Long吃通 那如果有在記牌的話 梅花最後兩張也就都大了 那最後的方塊也就可以到A了 OK那也可以完成這一排 我們先到這邊